请注意一下 边拉线过来 大雨来袭已经超过红色警戒 内湖区碧山里长与李战士 志工 共同协助山区居民 搭乘土石流浅市区保全户 苏山避难专车下山避难 精确又实际的演练 让市议员王孝伟和梦化高度赞赏 让所有的居民都知道 都知道防灾的真正的意义 当然要有完整的演练 我们才能够预防灾情的发生 内湖区公所针对土石流浅市区 巨星土石流以及山坡地老旧聚落 防灾疏散避难演习 动员消防局 大地处 内湖分局 清洁队 壁山里办公处等共同演练 模拟灾害来临时各阶段的应变措施 我们旅内目前大概有一个牧林队 牧林救援队 还有林长本身就是一些救难的小组 大概加起来差不多有30位左右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呢 接着演练呢 其实我们公务员的轮体也很快 也刚好这些心境统统 大家能够复习一下我们的救灾工作 这次演练包括里内广播警示 针对独居长者 新移民 以及拒绝配合疏散民众的各种处置方式 土石崩落受困居民的搜救 以及灾害排除 人员第一时间的反应 在在都能看见公部门与社区的协力合作 提高灾害的耐受性 建立永续防灾家园 解冲的花畅报道 解冲的花畅报道